花蓮县府111年庆祝父亲节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4号上午在花蓮的美轮大饭店举行 30位模范父亲在亲友的陪同下 接受花蓮县长徐真卫亲子颁赠讲座表扬 对爸爸们至上最崇敬之意 也预祝全天下伟大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花蓮县长徐真卫致辞时提到 现代社会求新求变 在很多教学场域 教学不断的改变 但是核心的思想不能变 并且要得自体群美 五欲并重 下一代的身心灵才会健全 徐县长说 爸爸的付出不仅是因为社会赋予的责任 更多是来自爸爸们想对家庭付出的心意 我想在五千年的文化 或者是现在的整个世界 不断的在进步科技化 但是科技始终来于人性 而保存人性以及温暖 以及它的真 善 美的光芒 是不变的 而且要永远永远坚持地留下去 所以孩子再什么到五六十岁 到什么成家立业 到如何功成名就 永远是父母心中的那个宝贝 永远是爸爸妈妈的孩子 而爸爸妈妈永远永远都是之前挂的 所以在这里为什么今天要请梅梅老师来导读 因为爸爸总是沉默的 爸爸总是做多一说 爸爸总是难以启齿 对孩子满满的温暖和满满的爱 所以再次又无限的感谢 感谢我们所有天下最伟大的爸爸 今年受推荐表扬的父亲共有三十位 九十岁以上的父亲就有五位 最年长者是花莲市的曹勋章老先生 高瘦九十七岁 多位县议员民意代表乡镇长也都到场祝贺 爸爸的能量不只在家里 谢谢县长给我们这样子温馨的 好的一个这样的氛围来记住爸爸节 其实在台上的乡镇们是爸爸 在台下的议员们也是爸爸 我相信用家人的爱来守护我们的乡城 那是最到位也是最感动的 祝福我们所有全天下的爸爸们 爸爸节快乐 徐县长也表示 希望县政府的精心安排 能够让每一位父亲 为自己的生命感到荣耀 而在这一个大会之外 也有着许多令人尊敬的爸爸 花莲县政府也期望 透过这个活动 将爸爸们为家庭无私付出的这份心意 传递出去 也祝福每一位爸爸 父亲节快乐 记者凌桀 花莲市采访报道 对 对 对